7月14日,在充满多元文化特色的洛杉矶回声公园,由洛杉矶市娱乐和公园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洛杉矶荷花节公司联合主办的第38届荷花节热闹起目。 中国作为本届荷花节的主办国,以中华文化为主题,将中国传统的文化、美食、音乐、赛龙舟等元素融入美国社区,让主流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东方文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总领事张平,文化参赞古今,文化领事王锦,洛杉矶市市长Eric Garcetti,洛杉矶市市议员David Liu,洛杉矶第13区市议员Mitch O. Farrell,前美国加州众议员吴国庆,洛杉矶荷花节公司主席Leo Pendek,洛杉矶警察局指挥官Blake Cho,NBC四台著名主持人Adrian Arambolo等贵宾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 与广大民众共相胜举。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作为第38届荷花节的主办国,同时也是第二次参与该项盛事。 通过荷花节将中国的戏曲、书法、名乐、简纸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带给美国主流社区,荷花节正是一个架起多元文化的桥梁。 随后,洛杉矶第13区市议员Mitch O'Fario等贵宾纷纷发表了讲话,大家均表示,荷花节举办至今已成为了洛杉矶地区意义非凡的影响力文化盛事,增进了社区内各族意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彼此的深厚友谊。 此外,荷花节主办方还向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活动合作商及为社区做出贡献的杰出代表颁发奖状,感谢他们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 中国文化特色展区内,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平向洛杉矶市市长Eric Garcetti介绍着中国面素、书法、简纸等传统技艺,该展区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欣赏、积极互动、人气爆棚。 精彩分成的中国民乐、民族舞蹈、戏曲等现场表演掀起了当天活动的高潮,让民众零距离包烂了中国式艺术瑰宝。 我想中国文化在洛杉矶应该是有着广泛的影响。 洛杉矶人民、各族裔的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还是非常的喜欢。 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是把中国作为主题国的话, 对进一步增进我们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文化之间相互的沟通,互学互建, 对巩固双边关系的这种民意基础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大爱这个园节,它 brings together dozens of cultures那我们共生在的洛杉矶。 这个年 白龙中国我们这一年建议中国。 我也真爱一样,инов Dit你信任那个种旅的íp元就很 popular。 中文旅 precisa中国大美,我们谢谢中国什電話 Scripture。 中文旅的饭 redes往内地为了比较他最终的。 我喜欢 La Guilin的哪一番? етыッ着海岮和河渠。 但我也爱在旻式内衣之导,你们像一个争โ绎和 mol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地方,我仍然有很多地方去,但我必须要敬礼我的第一城市,广州城市,广州。 现在有更多尊敬中国的文化,商业,和自己的民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非常重要的文化,你会很高兴。 这个就是潮州面人,就是山东的面术,中国民间艺术,捏面人,美国人喜欢戏虚的。 小朋友喜欢卡通的,喜欢小黄人,烫拉鸭,米老鼠,喜欢这些。 中国他们在这里写书画,写字画画,我看很多美国的朋友都来要中国文化。 帝文很深的,博大精深,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带到美国来,让美国人民看看,世界人民看看。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